看一下视频 回到代码当中 那我们现在呢 保存一下 咱们把这个关闭掉啊 我们就在当前路径下 创建一个passion 然后咱们在这呢 给它改个名 这个呢就叫做三杠 我们在这呢就叫做随机森林 那我们就倒一下包 咱们importmonkeySNP 咱们importmatplotlib pyplot asplt 谋卡指令 matplotlib来一个隐烂 然后我们将算法导进来 fromsklearn 点 从assemble里边 assemble 这个英语单词 它呢就有集成的意思 从这个里边 咱们导一个包 叫做random 大家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有randomforestclassifier 叫randomforestclassifier 我们把这个导进来 然后呢咱们再给一个 再给一个数据啊 咱们fromsklearn import 把这个导进来 import咱们的datasets 我们将这个数据集 导进来 然后咱们importpandasaspd 然后fromsklearn model selection 点model selection 咱们import traintest 把这个导进来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ctrl加回车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该导包的 就导进来了 那咱们 现在呢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随机森林 是吧 你看叫 randomforestclassifier 这个随机森林 它呢 是由多颗决策树 构建而成 是由多颗决策树 构建而成 每一颗决策树 就是咱们在上一个案例当中 讲到的决策树 每一颗决策树 它的原理呢 都是我们刚才 讲到的决策树 在原理 那这多颗决策树 合到一起 这个算法呢 就叫集成算法 那这多颗决策树 一起 然后运算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就叫做 集成算法 所以说我们这个包 叫做assemble 这个英语单词 你看就要全体的 总效果 是不是啊 全套服装 全套家具 合奏的是吧 同时 那你看 咱们决策树 你看 我们就叫森林吧 森林前面还加一个random 那这个random是什么意思呀 随机 那什么是随机的呀 你看 这个不是叫随机森林吗 是吧 你看它叫随机森林 那这个随机 它是什么意思 随机是什么意思 咱们现在就进入 sqlern当中 进入咱们random forest 在这 咱们得它翻译成中文 咱们看一下这个random forest 看这块呢 也就说了 这个模块呢 包括两种基于随机决策数的平均算法 一个叫random forest 另一个叫做extra tree 是吧 两种算法都是专门 为树木设计扰动组合技术 意味着通过在分类器当中 引入随机性 来创建多样化的分类器 引入随机性 来创建多样化的这个分类器 那我们接下来具体去看一下这个随机森林 这个随机森林呢 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 它就有这个random forest 是吧 我们进入这个random forest classifier 进入这个random forest classifier 进入这之后呢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我们就能够发现是吧 随机森林是一种原估计计量 它是和数据集各个子样本上的这个 许多决策分类器 这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 叫做各个子样本 叫各个子样本 我们的样本 我们之前在进行划分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把它划分成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啊 这个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啊 是不是我们随机划分的 它是不是一个子样本啊 如果我要执行多次 每一次进行划分 这个子样本和子样本是不是都会有点不同啊 你看有的时候你 就是说因为这个twin test split 咱们在进行数据切分的时候 其实就是随机抽样 对不对 对吧 它就是随机抽样 所以说我们这个随机森林 它随机在哪呢 它就随机在随机抽样上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随机森林当中 有一百棵树 那咱们这个一百棵树 对应的一百种子样本 每一个样本和每一个样本都不太一样 这个是随机森林 它的随机的由来 就是说这个样本不太一样 样本如果不太一样 我在进行学习的时候 大家想我在进行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就每一棵树 我获得的信息 是不是就不太一样呀 那我分类的这个 那我分类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裂分条件 是不是每一棵树和每一棵树 都有一点点差距呀 这样的话是吧 你一百棵树 我们对这个样本进行训练 然后呢我们这一百棵树呢 对于咱们最后这个测试数据 我们进行预测 最后大家投票 咱们依然是画图 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给他画 我们画十棵树啊 一棵两棵三棵四棵五棵六棵七棵八棵九棵 再画一棵十棵 这每一棵都是design tree 原理是不是长得都一样 然后我们给他这个训练数据 这个呢就是寸一 上面这个呢是春二 他们稍微有点不一样 这个呢就是寸三 这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在高考之前模拟考试 我们是不是会做各个各个省的这个模拟题啊 是吧 每个省的模拟题我们都会去做一遍 然后会做不同类型的题 方便我们去高考的时候 让这个分数能更高一些是吧 你想这个春一春二 它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大体上还是从我们整体数据里边 是不是抽样得到的呀 它都是从data里边抽样得到的 每一次抽样每一次抽样都不太一样 然后它就开始训练 训练完之后呢 我们有一些数据叫test 训练完之后呢 咱们有的有数据叫test 然后咱们这十棵树 分别对于咱们的test进行预测 这个预测一下 这个也预测一下 这个预测 每一棵树都预测 每一棵树都预测 你想这每一棵树都预测 是不是就稍微会有点不一样呀 因为你学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说是不是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呀 然后这第一棵树呢 是不是会返回一个结果呀 咱们假如说这第一棵树返回预测它的类别是零 第二棵树呢也预测类别是零 但第三棵树因为学的东西不一样 它预测的是一 然后第四棵树呢零 然后第五棵树呢是零 然后第六棵树呢 我们假如说它是二 然后接下来呢零 零 零我们现在看看是几个树了 九个再给 最后我们就统计一下 十棵树是吧 大家就这个让一棵树进行推断的时候 进行预测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太武断呀 我们让多棵树 发挥它的合力 现在我们发现随机森林 那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有七个零 你看我们有七个零 我们有几个一呀 是不是两个一 对吧两个一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二呀 你看我们有一个二 所以你想现在如果投票的话 谁的票数最多 是不是零的票数最多呀 所以说零胜出 最后我们这个结果输出 最后咱们这个结果输出是吧 那就是零 所以说这是随机森林 它的最后咱们的结果 result result呢就是零 这样的话是吧 有好处 看这样的话有好处 因为我这十棵树 对于我这个数据接触 是不是就非常全面了呀 那你的 我们的这个随机森林里边是吧 我们这个树的数量 我们可以自己去复制 我们可以给十棵 我们也可以给一百棵 这样的话是吧 就是这个就是 这个esamble它的思想 就是这个集成算法 它的思想 那我们在进行这个类别划分的时候 是吧 多棵树 往往比一棵树的效果要好 对 一棵树是吧 就太武断了 一棵树的话 它就太武断 所以说这个就是随机森林 大家看到这儿 是不是就大概明白它的意思了 你看啊 这儿呢 还说了一句话 使用平均数 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和控制过你核 什么是过你核呢 就你一棵树在学的时候 是吧 它呢就就容易过你 就容易过你核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高考的时候 如果你高考之前 你建的题目不广 你只建一个一类题目 现在就让你去参加高考 你一定考的分数不高 高考之前让你建各种各样类型的题目 那你高考的分数就会高一些 对不对 我们这也一样 我们每一棵树 建的数据 建的这个子集呢 不太一样 所以说就相当于它建多实广 那就是他说的这一句话 我们使用平均数 这个平均数不就相当于他们投票吗 你看你这个推荐的是类别零 它的权重占几呢 零点一 我们十棵树 每一棵树的权重是不是都是零点一啊 所以你最后得到的七个零 那这个的权重是不是就是零 百分之七十 就是零点七啊 是吧 这个就是零点七 那么我们这个一呢 就是零点二 然后这个二呢 就是零点一 最后比大脚 最后比大小 谁大的话就选择谁 所以说这是随机森林 它的一个这个 一个操作 子样的大小是吧 始终 大家看子样本的大小始终与原始数据输出的大小相同 子样本与原始数据输出的输入的大小相同 我们是不是进行了随机抽样 随机抽样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随机抽样的数据是不是就可以重复呀 假设说我们原始数据当中 有一百个样本 假设说 咱们这个数据当中是吧 原始数据呀 有一百个样本 我这个随机森林呢 我有一百 我这个随机森林 我有一百个这个一百个决策数 那么我就从这一百个原始数据当中给它抽一百个 抽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有重复呀 你比如说我抽了样本零 我又抽了样本零 我是不是还可以抽样本零呀 然后抽样本二 抽样本三 抽样本四 抽样本七十七 是吧 抽样本八十九 最后抽一百个 你想你随机抽样 从一百个当中随机抽样抽一百个 你想它方式是不是有很多呀 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随机森林 它的一个原理呀